證監會新任行政總裁歐達禮10月開始離身 他會見傳媒時表示 89年開始在香港工作一直做律師 曾經在01-04年出任證監會企業融資部的執行董事 被問及現在要反過來監管投行 中間會不會存在利益衝突 歐達禮就說理解到兩方的利益關係 會小心處理工作上的潛在利益衝突可能 至於部分內地企業在歐美上市後出現問題 他認為出問題的公司多數都是借學上市 監管者要做好把關的角色 確保來香港上市的都是優質的上市公司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宙報導